是不是今年特別多人帶肚子呢? 你看這些信, 還有幾十封 全部都是問懷孕吃甚麼的 肥媽應該煮甚麼湯 好了, 不要緊 我給你一個添丁食譜 就是這一集我們介紹大家 產前應該吃甚麼, 喝甚麼湯 下一集我們就產後應該怎樣進補 怎樣去餘, 好不好? 最近收到很多信 每個人都問懷孕吃甚麼 生完之後怎樣吃 經常在電郵上答得不夠多 不如就在鏡頭上做給大家看吧 懷孕是上幾個週期的 例如懷孕頭三個月其實很重要 這三個月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休息 初三個月你吃甚麼補品 都是給你自己, 不是給寶寶 真的, 初三個月你吃得越多 就反而長肥自己 要吃得更健康 譬如奶類、麥皮類、芝士 這些產品你早上可以吃 但你說我做嘔吐 吃酸的東西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幫助你將來的奶等 你做些東西譬如有多點顏色 多點番茄, 多點酸的東西 沒有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水份和休息 所以湯水是很重要的 反而初三個月你最重要的是休息 不要吃那麼多的 叫甚麼呢? 不要吃那麼多的 譬如馬蹄不好吃 芒果不好吃, 濕熱 西瓜 這些比較涼的東西就不好吃 像綠豆、海帶 酸甜甜的食物是可以的 四、五、六月是最好補的 反而七、八、九月 即是上次數,八、九月 你就不要補得太重要了 八、九月最重要喝潤的食物 涼的食物,水分一定要夠 生的時候容易,還有行路 行路,你的子宮頸會開得快一點 舒服一點,你生的時候要好一點 也有一個問題,大家覺得 大肚子特意煮甚麼給牠吃 有時候你們令大肚子有壓力 因為大肚子很怪的 你煮的時候,牠本來很想吃 但當你剛煮好的時候 或者牠那一分鐘是不想吃的 隔了很久,牠冷了之後 牠又再熱才肯去吃 不要說牠能忍受 因為有很多做奶奶、做媽媽的 大肚子說要吃這些、要吃這些 煮了,硬要牠吃,牠會突然有壓力 大肚子最不需要的就是壓力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牠有壓力 牠將生孩子出來,皺眉頭 猛症、猛症、猛症 難教,真的 如果大肚子很開心、很寬容、很他條 出來的孩子經常笑 真的,這是真事 我們首先要煮一些水,上下滾 我今天煮的是甚麼呢? 大肚子很適合喝 這個就是四、五、六、七月都很適合喝 這個 但你說平時喝都沒甚麼所謂 因為我現在煮的東西 教大家煮的東西就是 大肚子很適合吃 全家人都適合喝 變成牠不需要有壓力 你明白嗎? 我現在很簡單 我用一些蓮子 那些蓮子 擋芯 就淮山,加幾粒蜜棗,把果皮放進去 煮雞,雞就把它撕掉 但是你說我還想腫一點 你就放兩粒光芋柱 就更好吃 你煮了它 一隻雞,這裡家人四個人喝 每個人都可以喝 因為擋芯是補氣 但是生的時候會用氣 但是擋芯 臨酥的兩個月,例如八九月 你又不好了,又太過補得太補 然後給點滋潤的東西吃 其實沒什麼的 平時喝都可以的 擋芯是補氣的 又不會像人心那樣補得太緊要 我們洗掉它 煮了一些滾水 水滾地放進去 擋芯、蜜棗、淮山、蓮子 把果皮放進去 把雞脫皮全都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煮它幾個小時 我做高粥煮就煮九個字 你煮了它,一家人喝 你說多好 而且大肚婆真是的 你煮起那口味,她或許不喝 你讓它隔了一會 它再熱才喝 別管它,有它 不是電話聲,我的鳥 整天裝著電話聲 我們放些檔心 放些蜜棗、蓮子、淮山 洗掉這些東西,千萬不要 藥菜煮回來不用洗 放一片果皮,你不用… 因為我這個果皮不是老果皮 不是老得那麼緊要,我就放這麼大塊 如果老果皮,你就放小塊就行了 好,有多少東西要做呢 因為大肚真的是分期間的 還有大肚有時候會怪怪的 不要去說它 做老人家的其實是想它好 你大肚要吃甚麼… 你煮了給它吃也補不回 因為大肚的壓力很奇怪 它要吃的時候,它就吃 尤其是飯 其實大肚最好吃的是什麼呢 魚,真的 那些脂肪是很重要的 但是魚的腥味令大肚婆害怕 它又害怕那種腥味 還有飯味 剛剛電飯煮也好,煮仔飯也好 一開蓋過一層飯味 大肚婆多數大肚婆… 有些是喜歡的,多數大肚婆都是想嘔吐的 所以你最好就是揭個飯的時候 煮個飯的時候,就拿開 先揭開了,然後才拿給它吃 真的,差很遠的 不管它什麼時候吃 它半夜生,隔離生,你也給它吃 大肚婆真是怪怪的 我就最怪陀我老五 我看到它橙不走的 我家裡全雪櫃不准放東西 全部只放橙 去到街市,看到橙 就看著橙 要買了橙,吃了橙 這樣才可以走的 大肚有時候很有趣 我有個朋友還很有趣 他買黑提子,但他不吃 他抱著他的臉 睡覺也抱著他 弄得整個枕頭髒了 但他生出來,寶寶真是黑的 但很健康 所以大肚是有一點點的事 不是大肚婆想控制的 那這些就希望家人能夠明白 但最不好的就是為了他大肚 媽媽又去煮食,媽媽又去煮食 姐姐又去煮食,老人家又去煮食 姑姐又去煮食 就指著他,看著他 喝吧,吃吧,喝吧 保不回來的 真的,最重要是大肚婆的心情 因為人的賀爾蒙的心情是最重要的 這要大家要明白 但頭三個月就不要說不聽老人言 雖然夏天就離開 有些人夏天才大肚 就很想吃馬蹄爽 很想吃馬蹄 吃冷的西瓜 吃生冷的東西就真的不好吃了 喝不是說一定要甚麼都熱的 例如room temperature 就是普通的溫度 平時的溫度就不要喝冷的東西 生冷的東西頭三個月真的不好吃 沒有騙你的 芒果的濕熱 你吃了之後 將來你的嬰兒多暗瘡 有些龍頭的你也不想 其實有一件事 就想教大家的就是芝麻糊 真的 你懷得有幾個月 久不久不要吃得多 久不久吃芝麻糊 因為芝麻糊是排毒的 它出來的皮膚是比較滑的 這是我媽媽教我的 好嗎?我們熬完湯回來 大家一起喝 這位內電影的觀眾 我不知道他的音音是叫Chu 是豬, 一定是豬 觀眾說土豆絲從小吃到大 我做的方法, 看他有另一個方法 他的方法是首先爆香蒜蓉 用花生油 然後放土豆絲進去炒 炒成少許鹽就可以了 又是很簡單的, 對吧 土豆絲很簡單, 用醋炒成就行了 起碼有人知道 原來這個是他從小吃到大 他媽媽煮的, 他們是東北人 原來這個是東北菜 我就知道是外省菜了 但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但我們一吃完, 就即熟了 謝謝你的來信 希望大家多點來信 大家交流一下 有甚麼東北菜你覺得你做得好 寫來看看也好 歡迎大家回到肥媽私房菜 你看有三文魚有東西 我們今天專門… 專門… 專門做給大肚的, 新華六甲的人 但我希望一家大小都吃得 因為我說過了, 新華六甲的人 你經常說為了他故意做的東西 以為好像令到他很開心 其實不是的 有時候令到壓力來的 我們今天做的東西就是很健康 除了懷孕的人, 一家大小都適合吃 其實懷孕最好我跟大家說的是吃魚 因為魚有很多鋪田 尤其是三文魚 有奧美加3、奧美加3 有很多這樣的元素在這裡 就很好 尤其是雜菜 甚麼叫雜菜呢 不用一定跟我的 家裡有蘿蔔、蕃茄、菜 總之有瓜、有菇、有菜 你就放在一起 就煮一個叫做雜菜湯 只是菜我怕太掛了 你可以用雞湯 那我就有幾塊牛骨 那其實鈣質也很需要的 就用牛骨也可以 用豬骨我又嫌他太肥了 那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稍後撈起一些油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他又有鈣質 又有雜菜 又有魚 那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把一些紅蘿蔔 其實紅蘿蔔是最好的 紅蘿蔔、西芹、番茄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雜菜 我把骨子放進去 就煮了湯底 再放雜菜 椰菜、洋蔥等等都可以的 煮一個雜菜湯 其實對家人、對誰都是有益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煮雜菜湯 你不用切到它很… 很細的 椰菜的頭 我只是不放在中間那裡 其實一個這樣的雜菜湯 已經是很棒的了 南瓜很有益的 但是你煮這個南瓜湯 你就不要拔掉皮 你拔掉皮就爛了 融了下去 會太乾了 我把尾巴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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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舌頭 然後我把尾巴放進去 尾巴放進去 菠菜、生肚、魚、肉都要有 還有大肚子要記住 就是腳腫 因為平時你已經站在那裡 還要抬著胎 抬著神經 因為我們平時人都是喝水 要到頭到腳趾 再回頭才去洗手間 抬著了就會是腳腫 血液循環不好 所以我們應該多點湯水 不但睡多點 如果腳腫就用枕頭鋪骨 讓它的水可以倒樓去洗手間 其實最好就是慢慢走 走 走對山的時候 子宮開得快點 開得舒服點 沒那麼痛 第二 你走路就變成一個運動 還有帶氧 你的人的身層代謝會快 但是湯水就真的不可以少了 因為水分 對懷孕的婦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水分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少 還有些菇 我放進去 就這樣這個已經是一個湯 我先把雜菜湯煮好 煮好之後 我的魚怎麼煮呢 我就不煎 如果大肚子喜歡香口 就煎 我現在有一種方法 因為大肚子的人怕魚腥 很害怕 但是魚是很重要的 魚對嬰兒對懷孕的媽媽都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的是什麼 不是肉酸 現在很多新派的婦女 因為要工作要盛 她們就經常用些泵 就想為人奶 但是用些泵去泵出來 習慣了用泵 就不讓小弟煮直接用嘴巴去煮 用泵是對的 因為有時候出門要上班 但是晚上回到家 無論如何都要用真真正正的 傳統式去混賣 好了 我們這裡就在煮雜菜湯 這裡我蘸一點乾蔥 我讓它沒有腥味和香 我放一點油 只要煮到一塊兒 最近一個油 會煮得很香 煮得很香 我把乾蔥爆香 可以很香 因為一口又沒有煮得很香 但我把乾蔥都爆香 只是很香 加一點油 讓乾蔥爆香 先移一口,讓它煮得好一點 移過來後,我會放白酒 一碗,一個飯碗的白酒 一會兒我還要加多點湯,我會煮熟 煮熟後,煮熟,然後煮熟 先拿些東西來 我為甚麼這樣做呢?有原因的 薄一點才可以 吸光了 因為煎三文魚會粗 我就用湯煮熟,關火來煮熟 我又不是用蓋子蓋子 我用這個,其實我做過的,用魚尾 我會這樣做,它又通到氣,又不會透透 魚緊緊熟,所以裡面的身體就會滑 就不會像煎三文魚一樣粗 你明白嗎? 少許鹽,少許胡椒粉 大肚子也是,不要吃得太鹹,腳腫 不要吃得很長 懷孕最重要是開心,以及聽多些音樂 真是的 你比較輕鬆聽多些音樂 我嬰兒都多開心,沒有騙你的 現在我放兩塊新鮮的香葉 你說我沒有新鮮的那些乾的都可以了 又不用鹹得太緊要 因為我這裡用紙索乾了它 放了那麼多鹽的那麼多胡椒粉 就醃過一下它 我把它關火 盡快放進去 好 快點 我… 別人用很厲害的夾子 我們用龍衣夾子 因為它是木的 就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是吧 焗一會兒它就熟了 這個很快脆的 我這裡就繼續攪我的湯 你想想 又有雜菜湯 我這個湯沒有鹽 我又有湯喝 我又有魚吃 一碗雜菜湯 雜菜牛骨湯 你說多好呢 又有得吃又有營養 好 真的不到你了 熟了 你用酒這樣浸熟它 第一它又滑 第二它又不會有腥味 好 好 這裡呢 最好呢 再爆一下 再把醬汁 切一些檸檬 吃的時候可以擠下去 好 好 那這裡呢 現在呢 要爆一下醬汁 讓它靚一點 然後我拿些蔥 芫荽 你說我想西餐一點的 你可以用些巴士尼的 是更香的 那我就只用芫荽蔥 一點點芫荽和蔥 這個醬汁是很香的 其實應該是用這個醬汁煮乾它 煮乾它一點點 放進去 其實你煮乾它就會變稠 因為它有酒味之類 它香 又湯又菜了 多有營養 寶寶媽媽一間 爸爸也對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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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創意新主義》 今天有兩位觀眾恭喜他 一位是黑白香蕉雪條 一條條的條,我想是陳巧兒 他用黃帝椒,先把黃帝椒放進冰箱裡 冷藏了兩小時,再蘸熱巧克力 另外蘸白色的乳酪之類的 這個很有趣,而且這個甜品有益 是黃帝椒,真的吃不壞,所以叫黃帝椒 出來又漂亮,有黑白,有朱古力碎 很有創意,而且又容易製作 恭喜你,陳巧兒 另外還有一封 這個別人得到創意新主義的觀眾 叫做陳秀慧 這個很有趣,叫做富貴黃金條 他是怎樣呢? 將我們過年吃剩的蘿蔔糕 芋頭糕、年糕切粒 切粒就用春卷皮包了它 然後炸了它,變成外面脆脆的 裡面還有煙煙韌韌的 又不浪費,而且又好 這個真的非常好 非常有創意的,這個陳秀慧 恭喜兩位得到我們的獎品 就是德國寶送出的萬能光波煮食 又回到肥媽私房菜了 我們今天說… 懷孕最好吃是甚麼 其實甚麼都吃 真的,甚麼都吃 營養要均勻 最好吃的東西都會有不同的顏色 人家說每天吃五種不同的顏色 就會很健康 你看看我們 尤其是現在的青椒 我們年輕時想吃這樣的椒 哇,多貴 現在隨便買一批三色椒就行了 但它很有營養這些甜椒 我們有蔥、芫荽、薄荷葉 我把它切碎,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我有雞柳 我首先在這裡 乾蔥、薑、蒜 我切了它就把它打碎 那些雞柳最重要是切了這條白色的筋 我那些切了這條,故意不切給你們看 因為那條筋很韌 切了這條筋 切了這條筋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弄乾它 用鹽、胡椒粉醃一下就可以了 鹽和胡椒粉 我們就把它拌拌一下 蒜頭、薑 我切得它小一點 因為我把它拿去就把它打爛掉 把薄荷葉、蔥、芫荽、乾蔥頭、蒜 把薄荷葉放入手上 把薄荷葉放進去 我把薄荷葉放進去 把薄荷葉放進去 我把薄荷葉放進去 來, 搞定了, 很快脆 這個用來醃什麼煮什麼都好吃的 真是開玩笑的 我們有一點洋蔥, 有一點椒 待會兒我們一炒就可以了 最重要呢, 首先就是這個雞柳 我們的雞柳可以一條一條 也可以一粒一粒的, 先放在這裡 剛剛才說起, 大肚的人一定要吃東西 夠營養, 而且吃得開心 因為你看看, 很多色彩繽紛 人都開心一點, 吃得也開心一點 我剛才說, 說我家裡有養小鳥 他們立刻說, 家禽, 不給養, 政府說 我就知道, 家禽是什麼呢 雞、甲、鵪、鵪、鵝、鴨 鴨才叫家禽 這些說話小鳥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放走小鳥, 餓死它 但是這些小鳥就不要放 因為我真的… 從它還沒開始說爆發什麼禽流感 我已經不放就放出去了 在屋裡, 在籠裡 你不要讓它接觸到麻雀 外面的小鳥就不好就行了 是吧 那我們可以一塊一塊雞柳也可以 或者把它切成一粒粒, 一塊塊都可以 我將它這樣切成一粒粒 大肚最重要是開心, 吃得開心就什麼都可以了 魚、雞、豬肉、牛肉等 總之是均勻的營養, 麵吃什麼都有 最重要是開一下音樂廳, 早上起床 開心一點, 多點顏色, 七彩繽紛 我寶寶皮膚又漂亮, 出來吃劇情笑 你說你這個人很懶惰 你這個寶寶半夜生間一定會懶惰的哭 你要起來照顧就慘了 真的, 很重要的 你現在經常開一下音樂, 聽一聲笑 我寶寶特別睡得很甜 你自己也不用半夜 半夜的酬奶很快戒的 真的, 很能睡得下的, 不要騙你的 我最近這幾個孫子, 連續三年, 大哥我跟他們說了 他不是這樣, 不管甚麼 大哥特別懶惰一點 第二那個, 截瓜女兒, 有一天笑到黑 真的要這麼說, 現在小的兒子也是 現在只是笑, 睡, 吃, 哭就很少 哭什麼呢? 濕了尿片他就哭了 肚餓他就哭了, 只有兩樣東西 放一點腩油, 我想他香一點, 是不是? 香一點就很簡單 不用放豆粉, 不用放東西的 不要到處攪拌, 到處攪拌就粗糙了 因為鎖不住他的水分, 是不是? 就這樣而已 煎一邊, 翻翻它, 攪拌就行了 不要… 慢慢攪拌, 慢慢攪拌, 他的水分就沒有了 因為你沒有豆粉, 沒東西鎖住他 這樣而已 最好是煎到金黃色先攪拌 好, 半生熟就攪拌了 好, 半生熟就攪拌了 好, 還有什麼營養都有, 有好看 是不是? 把剛才的洋蔥放進去 喜歡吃洋蔥可以多放一點 我最近還買了一個叫甚麼 去拜提的店買了菠蘿蜜多 心經唱歌,很有趣 打了這些可以留下來醃別的東西 炒香洋蔥 炒香 鹽 胡椒 好了 它真的香 她說我喜歡再香一點就多加一點 真的很香,我很喜歡吃這些 因為不可能不香的辣乾蔥、蒜頭 是嗎?芫荽、蔥和薄荷葉 有甚麼理由不香 你也可以切粒狀、切條狀 炒香 把薄荷葉放進去,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個是師傅 如果你想把薄荷煮熟一點,就蓋一下 但如果你想生一點,沒所謂,就不要蓋它 這樣就煮好了,有多少事要做,對吧 就算自己大肚子又要上班,你放到家 雞皮,不用說甚麼都要醃定 雞肉就這樣醃五分鐘、十分鐘就已經入味了 這個時候,我放少許白酒 不用一定要外國的白酒 就算是平時煮菜的紹興酒也可以 為甚麼呢?放少許酒 第一,它把青啤啤啤的 就算是香蕉和雞的雪味 因為人大肚子對腥味特別敏感 把雞肉放進去,一盤兩盤 因為它剛才已經熟了一大半 熟了,就可以吃了 盡量把椒放在底下,把雞放出來 把薄荷葉放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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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有很多人… 歡迎回來肥媽私房菜 有很多人會想 大肚子…吃甚麼呢? 最重要是有營養的東西 甚麼是有營養的東西? 你看看 最有營養的就是番茄、薯仔、牛肉 洋蔥,這些是否很有營養 要靚 不用想很多東西 最重要是飲食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去想些什麼 尤其是頭三個月 最重要的是休息 和心情開朗 千萬不要想著 緊張就不要 但真的不要不聽老人言 馬體、西瓜 那些涼的東西就不要吃了 這是真的 頭三個月最重要的是分 休息 不要頑皮 不要晚上出去 這是最重要的 保持心情開朗 吃的東西就什麼都要吃 有營養的東西 像這些平時都應該吃 對弟弟哥、對大人、對大肚 對誰都有營養 老人家都有營養 放在水裡 你當它汁也行 當它湯也行 什麼都行 薯仔番茄牛肉一定不會錯 也有營養 對弟弟哥也好 對大肚子也好 酸酸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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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懷季 懷季真的分三種 頭三個月 最重要就是睡 然後四五六七月 就開始吃 魚是最好的 真的 因為你真的需要很多 蛋白質 蛋白質 鮮奶、麥皮 這些早餐都要吃 飲食均勻 最重要就是休息 第七、八個月 八、九個月 第九個月 第八個月 最好就是吃多些滋潤的食物 有少許大糧 也沒有太糧 但有少許大糧 會比較容易生 最重要就是走路 走路的子宮 不用說 我要這樣跑得很厲害 不用走 走路 自然子宮開得快 老大人沒那麼辛苦 尤其是第一胎 有很多時候 現在肯生兒子的 已經年紀大了 尤其是有很多醫院 都研究一些高齡的產婦 年紀大 三十多歲、四十歲 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休息 心情開涼 飲食均勻 走走走運動 這樣就最好了 因為腳腫 很多時候 因為它缺責著你的神經 你不能說去血液循環 浪姑便睡 但你走得多 血液循環也好 有很多人 大肚 現在的人最慘的是 大肚已經害肥了 我將來生後要減肥 那就禁食了 不行 大肚大浪 甚麼都可以吃 頭三個月 你就不會長胎 就長自己 其實這就是秘密 頭三個月你吃東西要均勻 但是最重要是休息 頭三個月你吃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就是長自己 四五六七八九都是長自己的 真的 你試試這樣做 就很容易會減肥 而且不會是很肥的 還有一件事 這個我就怕 幸好我現在說 我怕自己不記得說 吃東西千萬不要太飽 為甚麼 你想想 你的肚子裡已經有東西了 又有胎 又有水 又有胎盆 又有東西 你還要吃得很飽 就會頂住你的胃 還有頂住 還有吃東西要多水分 一定要多水分 為甚麼呢 千萬不要讓自己結功 即是要老 等等 不要的 一定要多水分 多水分 多水果 多菜蔬 不是開玩笑的 像這樣 我們就把那些 番茄、洋蔥 把那個味道煮出來 到現在我都沒有放過油 沒有放過東西 這個一定有營養 我說不懂 我陀的兒子的時候就是吃這個 那時候我們哪有東西吃 真的 很有營養 肥肥白白的 老陸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一煮 一煮就全家大小了 飯 就把他放在飯面上 大人、弟弟、老公、兒子、媽媽 砍爛就一煮 搞定 你說有沒有營養 那時候還要去托米 不知道多有力量 我告訴你 我們把那些薯仔放進去 找不去 好 這裡我們把這個 蓋著蓋子 來滾 但蓋著蓋子 就要小火 因為番茄有些泡 都可以煮出來 但是不蓋著蓋子 那些薯仔又會硬 所以我們用小火 蓋著它 好,用小火蓋著它 這裡呢 待會我們就去撈牛肉 放入碗中, 放入少許胡椒, 豉油, 芝麻油, 先攪拌, 糖豆粉, 規矩了, 加少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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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牛肉, 少許豆粉, 好, 放些油, 否則不夠滑, 先放些油, 好, 放些油, 我想它更好吃, 所以呢, 我還要放少許的蠔油, 拌一下, 一匙 我現在放少許鹽, 因為我有這麼多汁, 我就放了鹽, 放了蠔油, 所以不用說放得太多, 行了, 小紅椒, 搞定, 還有麻油的香, 待會放下去很香 我們這些心急的人, 經常開蓋子, 我媽媽經常罵我 開甚麼?你蓋子蓋子就淋了, 經常開蓋子, 真的 說起來吧, 情人節又過了, 很多節又過了 每個人都問我, 情人節時是怎樣過的 我情人節很孝順, 我兩夫妻和我婆婆過 每個人都情人, 我婆婆的情人, 誰跟她過 我去找我, 穿鞋子也要, 我婆婆很開心 我打給她, 情人節很高興, 我打給她 我幫你吃飯, 情人節 真的嗎? 真的嗎? 多開心, 真是老人成小朋友 我婆婆像小妹一樣, 所以做人真的 未必是情人節, 一定要自己兩個 我們安排是可以的, 我和我老公 我打, 對呀, 我婆婆不知道有沒有人 這樣打, 原來她真的坐在家裡 接著她一起吃飯, 多開心 真的, 有時候想多一步, 決出去 人都會好一點, 你們都是 有媳婦有女兒, 她們大肚子 不要給她那麼多壓力 要吃的, 要吃的, 要吃的 真的, 懷了人的人的思想 你不要給她那麼多壓力 你煮了她, 她和你吃了 她揉著味道吃, 吃了都不肥 這個時間呢, 把牛肉放進去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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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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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說甚麼 有甚麼不好吃 有汁有湯有成 我那時候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 就這樣一鍋 一鍋飯 我們一家 六個小朋友, 兩夫妻 就這樣搞定了 最後一個方法是 用鍋子爆炒牛肉 然後放進碟裡 再把這個湯淋上去 都可以 讓我懶 好 你想它更香 就這樣 切個番茄 給別人看 因為它燒爛了 那些番茄 好了 就是它了 好 麻煩 完成 好 這集就教了大家 產前應該吃甚麼 喝甚麼湯 下一集呢 我們就介紹大家 產後應該吃甚麼 怎樣進補 怎樣去魚 記得留意肥媽私房菜